新北市政府为推广供疗在地严选的渔产 特别在今天召开供疗包记者会 而12月17号在供疗渔港要举行产地活动 有限量200份的供疗包抢购活动 以及鲍鱼扶龙便当100元等活动 还有今天开卖供疗包滋养风味餐认桌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在今天的鲍鱼记者会上市场主任表示 是为了让民众能容易辨识优质安全的农鱼产品 福岛26家供疗报养殖业者取得 农鱼产品安心标章认证 并发给具有QR码的贴纸 只要扫描贴纸上的QR码 就能及时知道产品经营业者 流落方式养殖场地点 以及产品检验报告等资讯 简简单单就可以验明安心在地的供疗包 我们一定要非常健康 我们现在的食品大家都要亲要健康 所以我们有生产履历 在过程当中无论我们所有要求 都是可以说是标准的 可以说是天然 像卫生 像健康的荣誓方式 来生产我们的共疗报 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敌写 这几年来可以说越来越成功 越来越来越高 除了本身那个我们共疗报的安心标章 大概十安都没有问题 都全部检查得非常好 今年还有那个跟往年一样有推出我们的一个丰卫餐 大概原来8888的一个丰卫餐变成6888 这要是抢购 今天这样就可以开始来订了 我们今年另外再结合所谓一个旅行的部分 市长也表示市府为求让共疗报安心升级 从今年开始辅导共疗区渔会与共疗报养之户 申请产销履历验证 取得全国通用产销履历标章 不但可以让更多民众信任共疗鲍鱼 更可以让全国看到共疗鲍鱼 安心在地的优势 带动共疗鲍鱼知名度以及销售 今年又跟所谓的 我们的便当业者 胡隆便当合作 推出所谓的 我们便当里面有高侃鲍鱼 这些实材 健康又有用的好借 坐在这一百块而已 其实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 我们外的市场都可以来购买 来购买 所以现在就是 欢迎大家来占价 今年共疗区渔会 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吃到共疗鲍鱼 特别与当地福隆便当业者合作 推出期间限定 共疗鲍福隆便当 每份只要一百元 就可以藏到加入共疗鲍鱼的福隆便当 从今天开始 在福隆地区合作的便当店开始贩售 直到一月底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介绍长事物长报道